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这里是军情国大使 我是董家耀 我给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 今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中两个人的消息 一方面注意到 美国高调的退出 所谓中导条约 美国说要研发新的中程导弹 射程3000到5000公里 中国强烈反弹 同时美国说新的中程导弹 可能逼近中国部署 甚至在日本 韩国 甚至可能部署台湾 极大挑衅 中国已经说解放军会有反制 会有什么动作 今天分析 留意一下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航母 中国国产的航母 在本周完成第七次的海事 有相应的远航测试 不过近期最新情报说 中国的航母测试当中 也发现一些问题 不会在近期很快地 交付给中国的海军 但台湾情报说 辽宁号解放军这个航母 多次的远航 演练的是拖夜式的声纳 进行反潜 侦测美日的潜艇 进行攻防的对战 今天各位分析 还有一个消息 澳大利亚最近跟美国 绑起了军事关系 要划出新的基地 给美军的两栖攻击舰来进驻 同时美国跟澳大利亚 要有新的动作 要更多地介入南海 另外关于波斯湾 现在波斯湾战予密布 美英的军舰要巡航波斯湾 伊朗是针锋商队 而且发射了三款新的导弹 但是中国现在宣布了 中国的军舰海军 有可能进入波斯湾护航 护航中国自己的商船 还有邮轮 中国的军舰冲陷波斯湾 几方交错 会不会有冲突呢 今天关心 不过首先看看 全球最新军情谍报 来看最新的军消息 最新一期的汉河报团杂志 端门大篇的情报文章 分析中国大陆解放军 正在秘密地建造新的 所谓四万吨级更大型的 075的大型的两栖登陆舰 甚至被称为是坦克登陆舰 来强化解放军未来的 两栖渡海作战能力 解放军这几年 密切提升两栖渡海攻击能力 除了打造部队 把更多两栖登陆部队成呂 升级为师级部队以外 也需要硬件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呢 现役有所谓071型的 船屋登陆舰 船屋运输登陆舰 071型有9艘 而现在情况显得 中国大陆在这个护东造船厂 护东造船厂正在秘密地建造 075的新的 更大型的两栖登陆舰 原来的071大型的这个登陆舰呢 被称为呢 是解放军现役当中 最大大约13000吨 同时呢 是正在建造第9艘 每一艘大约可以带4架的直升机 另外每艘也可以带4艘呢 国产的气垫船 也就说每一艘现役的 071这个两栖登陆舰呢 大约一次性 可以运输一辆96射的坦克 同时可以运输呢 大约700名全副武装的 两栖渡海作战的兵力啊 同时呢 也可以运输快速的 两栖作战战车 另外呢 这个071的两栖登陆舰 主要释放在南部战区 还有东部战区 多次的综合的海滩冲滩的演习当中 也出现了他运输这个两栖战车 还有全副武装士兵的相应的动作 同时呢 一个营大约700的全副武装士兵呢 可以有效的夺岛来战岛 另外呢 渡海登陆当中呢 现役这个071 虽然已经在打造第9艘 真正入一 只入一了6艘啊 那么中国大陆军方内部也承认呢 这个现役的071两栖的登陆舰 也有不足 它的不足最主要 就是空中的力量比较薄弱 特别是无法完成的空中的掩护 一旦失去制空权呢 容易成为敌方啊 对于海上进行攻击 那么这样的两栖登陆舰呢 成为靶子 同时呢 这种两栖登陆舰 071现役的呢 无法实现这个所谓垂时立体的 三栖的海空的三栖的登陆 因此是有不足的 而且中国大陆军方内部 军方内部研判的文件当中也提到呢 现役这个071的两栖登陆舰呢 现在如果两栖登陆部队 进行南海周边的岛屿的 相应的夺岛控岛抢占 这个岛礁是没有问题的 用这个现役071是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对于台湾岛这个大岛 包括台湾全岛的东西两面 进行作战攻击的话 将立有不立 所以解放军必须要增加更大型的 所谓可以全面夺岛的 这个大型的075这个两栖登陆舰 因此全面对台来说呢 解放军研判 现役解放军的两栖的装备啊 包括这个071的两栖登陆舰 包括现役两栖登陆部队 解决台湾问题的 全面东西两栖的登陆 目前的兵力和装备只够五成 这解放军内部一个研判 因此必须要加大渡海 这个两栖登陆的装备 造更大的所谓 现在提到了075 它的吨位啊 满载能够达到38000吨 接近4万吨几 另外估计明年 2020年将会有首收 正式的下水呢 交付给解放军部队 可能首先放在东部战区 另外呢 它可以啊 在30架的直升机 有效的实现 刚才提到的不足 就空中火力支援的不足 能够有效的弥补 带30架的直升机 另外呢 气垫船可以带12艘 另外两栖的战机 已经可以运送大约100辆 另外还可以运送 这个99式的重型坦克 满载可以运送 大约1300多名的 全副武装的 这个渡海的这个士兵啊 也就是说比原来的 零七要大约呢 是要增加一倍多 八道提到解放军呢 希望打造更大型 这个零七五行 大型的两栖登陆阶 未来的目标呢 是一旦对台海用兵的时候 是东西两侧 东西两边台岛同时 可以展开这个运兵登陆啊 所以呢大型的登陆舰 必不可少 但是特别是在台湾的东部 要登陆的话呢 实际上面对美日的因素 因为零七五就用大型的 四万吨机的登陆舰 一旦出现在台湾岛的东岸呢 美日的侦察是一定会发现的 会把情报提供给台湾 展开所谓反击的部署 另外美日也有可能 直接的进行攻击啊 来支援台湾 所以呢中国大陆 把这个打造 这个两栖登陆舰的同时 必须要掌握台岛的 这个上空的制空权 掩护这个大型的登陆舰 另外提到这个大型登陆舰 明年零七五可能 首艘下水之后呢 警方军的目标是未来十年 能够打造三到五艘 这种四万吨机大型的 两栖登陆舰 刚才提过 除了这个两栖登陆舰 可以运输大量的船团 武装的视频以外 最关键的 现在西空中央大陆 也在秘密的希望 可以研发垂直起降 包括短距离起降的 类似美军的F35的战机 因为这种战机能够有效的 在两栖登陆舰上进行运输 甚至起降 掌握制空权和对海面 对登陆滩头进行攻击 现在最新情报提到的 中国大陆已经秘密的启动 包括在几个重要的大学的 航空动力的研究所 还有军方的研究所 已经启动了这个垂直起降 短距离起降战机的 秘密的研发工作 甚至中国已经研发成功了 无人的垂直起降的这个战机 无人垂直起降战机 而且有可能已经展开了试验 另外也在参考美军的 所谓V22的鱼鹰 这个旋转翼的战机展开研究 旋转翼的战机有效的 也是可以垂直起降 另外可以大规模展开运输 甚至是攻击 看看全球其他军情电报 据台湾中国什么报道 台局是紧张之气 台湾军方高层 高调地向媒体提出所 台军向美国军方 正式提出要求安排 正在美国秘密收拾的 台军F16战机的机器 与美军包括美军F18战机 在内的美军航母战舰上的 舰载战机展开空中海上的 对抗战术演练 报道一书情况说 在美国秘密收拾了 台湾军方的F16战机的机器 主要接受的是 美国的对空作战的训练 不过由于台海属于海岛 面临中国大陆战机 不断的军舰战机 在绕台演续的飞行 当前台湾军方要求 强化制海对空作战 因此要求台湾 在美国收拾的F16战机机器 可以获得制海作战的概念 提升台湾空军作战机师的 所谓部队对海作战攻击能力 与美军强化合作对空 根据军期官的沈拉莫 找到最深的情况 台湾军方每一年都会秘密 派出多批的F16战机的机器 到美国各个基地 接受秘密的军事训练 同时也会与美军F16战机 展开对抗的演练 另一方面台湾军方向美国 提出了十万公开 66架美式的F16V战机 的台湾军官 原来希望在8月底下的9月初 可以正式地公布结果 如果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 这将成为 多年来美国对台军售 金额最高的一次 不过纽约时报披露说 美国政府目前并没有 同意接向军售暂化了 对台出售F16V战机的计划 不过台湾军方说 这项军国案 仍在秘密地按照正常程序 执行当中 据台湾的全球防卫 杂志披露说解放军空军 无人机部队过去十年 大规模的扩别 解放军空军2011年开始 正式建立了无人机的机队 中国国产的攻击一型的 查打一体的无人机列装部队 无人机部队成立之初 驻扎的地方在福建或广东省的 解放军的空军基地 显然是为了参与 可能展开了对台海跨海作战的 相关海空的延续条例 台湾的全球防卫杂志披露说 2013年前后 解放军空军的无人机部队 转战山东延续 2014年无人机部队再次转移 最终确定了总部基地的地点 根据解放军空军多次 对外公布的军援活动 可以立即显示 解放军空军的无人机部队 总部视讯的记忆 应该就藏存在新疆 乌鲁木齐的天山雄鹰之称的 空军基地当中 台湾的报道引述最新情报 说解放军无人部队 在延续视讯期间 多次展开了海上远距离的侦察任务 任务涵盖了台海 台湾和钓鱼岛海域 日本的防卫上官方也多次 2013年9月 解放军的无人机 在调一调海域许诺的时候 日本海上罪队和宏通罪队 还派出了F15战机 展开升空接空 台湾的全球防卫上 他就披露说解放军目前 正在扩别无人机的部队同时 也同苏尔齐原来的 战斗机的飞行员当中 招募无人机的操作女员 其实招募了三大逼 根据军传的小栏目 掌握最新的情况 解放军无人机部队 在解放军目前的战斗序列当中 可以作为主力的先头侦查 和打击部队 据华盛顿和报道 美国8月2号正式 推出了中程导弹条约 美国国防部队S部署 希望几个月之内在亚洲 部署美国陆际的中程导弹 北约的盟友也会这么干 美国的国防部长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导弹 百分80以上车场 都在550公里到5500公里之间 属于中程导弹 美国也要发展 同样的中程导弹能力 美军的国防战斗当中 目前把中国列为首要目标 美军会把新军发的中程导弹 可能会在未来几周 展开试射和试验室内的部署 最有可能的部署地点 是在驻日美军的基地 逼近中国部署 美国新军的国防部长 S4拒绝透露 什么时候会打特地 部署美国新的中程导弹 不过他这次会先视察 夏威夷基地之后 访问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 蒙古和韩国 这些地方都是美军首选的 所谓导弹驻扎的基地 香港军事本来指出 美国本土部署的洲际核导弹 已经覆盖中国 早就完成了 不过目前没有可能打核大战 现在美国计划要在亚洲 强势地部署美国陆际的中程导弹 肯定是核长戒备的 所以打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有增加 另外最近情况说 美军将在几个礼拜之内正式 设立美军的太空联合作战司令部 美军生成 中国大陆军方正在密密地发展 各类型的反对性的武器 而且中国军方有能力 对于美军的中程导弹技术 包括传感及人工智能的运输技术 展开破坏 因此美军要有军事对策 相考知识不能指出 美军把提升新西战水平 和未来战争先发射人 压制中国两国的太空作战能力 作为美军的优先部署 确定美军作为全方位的制电磁权 好 没问题到 美国正式退出了美俄的中导的条约 现在美国有两个动作 一方面希望拉上中国 加入所谓新的中导条约 中国已经拒绝了 另外美国研发新的中程导弹 逼近中国周边部署 问一下马先生 现在中国是强烈反弹美国的做法 而且提到美国一旦 部署在中国周边有新的导弹 中国必然反制 解放军怎么反制 首先搞清楚 它美国所指的中导 是射程550公里到5000公里 这一个中导 这个中导以前美国是不搞的 因为美国准备打核大战 主要瞄准苏联 他们两个打洲际导弹 中导就不起主要作用 那么现在冷战结束了以后 没有核大战可打了 就瞄准中国 他认为中国有大量的中导 但是美国没有 好像就吃亏了 所以拿这个当借口 发展这个中导 关键的中导部署在什么地方 是中国最关心的 它部署在中国的周边 这个是暗示了 因为国务部长最近访问 或者说走访日本 韩国 菲律宾 澳洲 这些都很可能是 它部署新的地对地 中程弹道导弹的地点 那么这些新的基地 是何尝兼备 有可能跟中国 有一场 以这个核诈 为背景的一个局部战争 所以中国就是很 很注视 美国这个新的部署 好 马上现在提到 美国新的做法 当然解放就要警惕 美国部署的动向 美国新的国防部长 本周在亚太进行访问 而今天到了日本 跟日本有更多秘密的 军事的勾结合作 但之前呢 他高调到达了澳大利亚 让澳大利亚划出新的基地 给美军两栖攻击舰部署 美澳未来进入南海动作更多 看一个片段 据香港明报报道 澳大利亚外长 陪然公开披露说 美国海军计划在澳大利亚 建设新的美军的军事基础设施 计划造成2.1亿美元 澳洲外长虽然没有披露 美军这个设施将要记住 美军什么样的军备不过 之前有情报披露说 美军计划要在澳大利亚 美领地的达尔文附近 新建新的美军的军港的港口设施 澳大利亚国防部也成员 只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之后 这项秘密的美军的军港计划 就会证实地实施 未来要停靠的是美军的两栖攻击战监 澳大利亚官员 接受澳中的媒体访问的时候 披露说美军的军事基地发展 是支持澳美两国在澳大利亚前进的 澳美的军力部署舱议 这个舱议加强 美澳之间的军事关系 这项秘密的军事托车 包括每年派出2500名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友 到澳大利亚收据 同时美澳双方的空军 应期展开联合的对抗的军事训练 有最新的军事朋友分享起 美军新建的澳大利亚 新的军港港口设施 估计为止 接近中国企业注重的达尔文港 美军要加以澳大利亚达尔文港 扩建新的美军的军事基地 和新的军港 已经是与澳大利亚军方 达成了秘密的协商 是要突出 突显美军澳大利亚 未来挺进南海的军事准备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媒体披露说 澳大利亚一名知名的国防专家 警告说中国大陆 已经是仅次于美军的 第二大的海洋的强权国家 威胁到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 同时澳大利亚战略设施认为 澳大利亚应该考虑 是否要放弃 不拥有核武器的争承 同时要紧急地反思 澳大利亚国家的军事立场 同时澳大利亚是有能力 研发核武器 以便增加澳大利亚 在亚太区内的威慑力 同时澳大利亚战略设施说 澳大利亚的战略形式 正发生根本的转变 日后未必能够再依靠 英美等盟友提供的 所谓核保护散 澳大利亚应该自行 发展澳大利亚的核武器 不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 针对这名专家设施认 也能发表正义手 澳大利亚作为无核国家 澳大利亚新手的是 不获取或者发展核武器的 核不扳战条约 同时由澳大利亚制服 主席澳大利亚发展核武器 对区内影响极大 印尼甚至有可能跟随澳大利亚 也发展印尼自己的核武器 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美国新任的国务博士埃斯珀 最近都到了澳大利亚参与 美澳两国的防长 和外长的二加二会议 同时美国强调 美国和澳大利亚非常关注 中国大陆在南海的军事动作 美国澳大利亚双方会在南海 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展开 美澳的联合了军事互助的军事合作 好 本来提到澳大利亚连串的军事动作 包括美澳新的军事联系 甚至澳大利亚可能 可能要研发核武器 连接一下澳大利亚的军事官员 杨海英 海英能将澳大利亚掌握情报 澳大利亚连串 什么样的军事动作 是特别针对中国的 美国向海军拨款2.1亿美元 投资澳大利亚北方军事基地的事宜 不是前几天才刚刚开始的 这个计划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 那么如果美国国会通过拨款 即将马上成行 那么这个军事基地 就是为了应付太平洋和南海 发生任何军事冲突而建立的 军事支援基地 那么最近有消息指出 澳大利亚将讨论开进何问题 那么澳大利亚在未来 必须要面对崛起的中国海军力量 澳大利亚将建立一支 庞大的湖河的潜艇舰队 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么6号 澳大利亚国会立刻开始讨论核问题 那么主要是使用核电 以解决澳大利亚未来的缺电问题 但是这已将为拥合打开了大门 那么澳大利亚长期以来 在中国南海问题上 紧随着美国无容置疑 澳大利亚拉拢日本积极参与 南太平洋岛国国防安全防务 也是针对中国在这个地区 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好 有关澳大利亚话题 先放一篇 本周另外关注焦点 在解放军的航母 一方面中国国产第一艘航母 在本周完成了第七次的海事 试验了相应的装备 但是离真正交付解放军海军 还有一定的时间 另外辽宁号这个航母舰队 被发现多次展开远航 都是带了拖夜式的声纳 展开反潜作战 看一个片段 据香港信保不倒中国国产的第一艘 带号002型的中国国产航母 8月1号建军节当天的上午 驶离了中国大连造船厂的码头 开启了国产航母第七次 出海的试航车故 这次国产航母的海事 航母的甲板能量搭载了 接触舰载战型的模型 和新的加油车 雄奥巴摇摇的烈草雷舰 荣乘舰舰 也随着这艘国产的航母 出海试航 同时获得给航母展开保障的 航母综合保障船把酒舰 也悬挂了满旗 最新情报譬如说 辽宁的海事区之前 发出了航海的警告 自从8月1号到4号 在黄海北部四点连线的海域 展开急望军 执行军事任务的动作 从辽宁海事区画出了坐标显示 黄海这个海事 与中国国产航母 之前多次试航的海域 是相同的 就在今年5月下旬 中国国产的航母也展开过 第六次的海事当时 首次起降了舰载战机 在航母加班上留下了 明显的舰载战机 轮胎的印记 情况显示 国产航母当时 返港之后还更换了救生法 这次是8月上旬 再度展开了国产航母的海事 香港的南框早报 已是不居民的解放区 消息人士披露警报说 中国大陆首缩的国产航母 在海上的试航 将会一时推进 不过它不一定会很快就入役 因为航母需要仔细地完成 全面的海上的测试 才能证明 它是有真正作战能力的战机 而且时间也可能延长到 今年年底才会完成 台湾的零号宝 已是中国大陆的海军专家分析手 一些电子战的新系统 包括航母新的设备 在航母的测试过程当中 又要更新换代 需要重新改造升级 目前还不更确定 新的国产的航母 已经真正成为了 真正有作战能力的战斗装备 情况显示 中国大陆最首速的国产的航空母舰 是以辽宁号作为基础 来研发生产的 2017年在大连下水时候 至今已经展开了 经历过十次的海事 发展艺术最新的情况说 中国国产的这一艘航空母舰 002舰海事 稍后可能会由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海军军官正式的操作 而不再是由大连造成长的工程师 或者技术人权来主导 也就说它很可能会加入海军 正式的海事测试 这一方面最新新的台湾亚太防卫 杂志毕露说 解放军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号频繁地进出西太平洋 展开远海的训练 最值得关注的是 解放军的航母编队 所包含那边的作战护航的军舰群 在反潜战斗力上是有提升的 台湾的报道 以书情报说 2002航母编队从2013年开始 首次以航母带上其他的战舰补给舰 组成了航母编队远航 到今年6月完成了第6次的编队远航 虽然每一次解放军航母编队内 组成的军舰都不一样 但一定都会配备 有拖夜式的声纳的解放军的驱逐舰 或者护卫舰 随行演续解放军战术的意图 是要提升对美日潜艇的 侦测反制能力 确保解放军的航母编队 不受到美日潜艇的攻击威胁 而且中国大陆解放军的航母编队 辽宁号编队 随行的拖夜式的声纳的侦测性能 不断的升级 远航演续的时间也逐步的拉长 不是 辽宁号航母编队的演续的范围 也悄悄从南海西太平洋 扩展到了印度洋的周边 台湾最新的情报 比如说随着解放军 055万吨级的大曲球舰 加入到航母编队 加上中国版的远程反潜巡逻侦察机 上了航母执行反潜的巡逻 解放军未来的航母编队的 反潜战斗力将会急速冲击 美日对中国航母编队的围堵 好 朋友们 提到中国航母最新的状况 包括国产的航母完成了 第七次的海事最新的状况 另外 辽宁号这个航母编队 拖夜式声纳频繁的演练 如何反制美日的潜艇 稍后来听听香港和美国的分析 还要关注一个最新的动态 台湾媒体披露说 台海有新的冲撞的追逐 包括解放军神秘的两栖舰 和台湾的货轮相撞 台湾货轮还一度 有可能要驶向厦门 但台湾海巡船出动 中国的新型的神秘的两栖舰 最后离开了这个海域 稍后来分析 台湾这一次是关注到 好像是有新发现吗 是有这拖夜性的声纳 是不是解放军在反潜上面 下了重本 那么这一次可能是 关键是用来反潜 但是历次在多次当中 反潜并不是最主要的 我们知道航母最大的防卫 是防空 饱和的导弹 制导炸弹的轰炸 这是致命的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舰艇 也可以射这个鱼雷 这都是致命的 当然潜艇也是一个致命的 但是它排号不排在前面 特别是台湾的潜艇的力量 是很弱很弱的 那么只能说呢 警军的辽宁号到远海去海市的时候 包括这个反潜的这个信号呢 是打给美日的 因为美日的这个潜艇 特别是美国的核潜艇 有较大的攻击力 而不是针对台湾 那么台湾这个惊呼 是代表美日惊呼 好 看一下美国原作先 已经在美国掌握的情况 美国怎么研判 解放军国产航母 包括加上辽宁号未来战斗力 两到三艘美国怎么打 海市里头为什么带着声纳呢 这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海市除了测试这个 船舶的这个整个动力系统 各种系统 还有它的作战系统 里头的设备什么都要测试 而每次 因为可能在不同的海域 和不同的海况里 它要比对不同的水底的声纹 看有什么差别 所谓的带着这个声纳 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而且还要配合地下的潜艇的活动 至于是不是受到美国日本的压力 这倒不见得 因为离海市的时候 不管在哪个海域市 这个航母呢 它的那个都是处于一种 没有防卫 自我防卫能力的 在这个情况下呢 如果是受到外国船舰的 这个监视监控的话 它可能会用那个 属于保护的那个军舰去予以驱赶 好 外国船舰 现在国产的这第一艘的航母呢 完成第七次的海事 外界关注它什么时候 交付给解放军海军呢 到底它未来承担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对啊 未来在作战当中 这个国产的也好 还是这辽宁舰也好 它在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这个海陆空火箭军整个作战系列当中 它是担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们看最新的国防外皮书 说得很清楚 它点出了中国认为 这个它所拥有的高新科技的 军事武器装备的系统 包括什么呢 一个包括这个陆基的弹道导弹 第二个是包括隐形战机 比如说歼20是点了名的 而且还包括这个万吨大驱 这个也是挂了号的 最后还有坦克 是15星坦克 但是我们并没发现 它在这个文章当中 洋洋万言是提到了航母 这个是不是就说明 在未来的信息战当中 航母不会作为这个电子战 信息战的这种高新科技的 武器装备系统呢 这个是值得深思的 好 谢谢两位分析 到本周焦点 有关中国航母的话题 国产航母完成第七次海事未来 还要继续海事 希望年底能够正式的交付给军方 另外呢 几望军的辽力号 也有新的作战的演训 这个话题放一篇 本周关注另外的焦点 台湾媒体主动披露 台海最新出现的碰撞追逐的事件 进入军情互动 回忆一下军情观的死亡有问题 大家注意到台湾媒体披露说 最近呢 在台海有这个大陆的两栖舰 跟台湾的货轮相撞 而且台湾货轮一度呢 还要驶向这个厦门 但这个时候呢 求救台湾的海巡船出动 最后呢 神秘的两栖舰 解放军两栖舰呢 退回到大陆的西侧 也就是说不想扑光 可能是新式的解放军的两栖舰 问一下马先生 这个事件看出台海 现在激烈的对峙当中 什么样的状态 本来这个军民船碰撞的机会 不是很多的 因为军船走得快 民船走得慢 万一发生了碰撞呢 是谁的责任呢 不管 那肯定就要到当地的这个 执法机关去问个究竟 弄出青红皂白 但是呢台湾的海巡船呢 就横加插手 把这个台湾的货轮给拿回去 当然解放军方面呢 只有一种种原因 就没有这个擦枪走火 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呢 在碰撞的那个海域呢 看来还是要有这个执法的公武船 及时的制止这种碰撞的现象 本周还有个消息呢 这个国际军事比赛 本周正在俄罗斯 包括在中国的新疆的同步的进行 解放军的代表队 和俄罗斯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军队 展开通场的比拼 当中在海上的两栖的障碍登陆赛当中 解放军获得了第一名 还在坦克这个重要的比赛当中呢 解放军派出的坦克部队呢 在越野和射击当中 目前呢 名列小组的第一位啊 节目最后来看看相应比赛画面 这种比赛也是贴技实战 检验装备和战斗力 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画面 以上军队观的史 下方三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